欢迎大家收看今集好热气 今集我们继续会讲一下蜘蛛盒 不见无归 我以为三代同堂是必然的事 因为周围都已经唱到好痕 虽然好像看回资料 Andrew Garfield 经常都否认 但其实我觉得 因为市场的方法一定会是三代同堂 因为没有三代同堂必好看 而且今集的主题是希望将三代同堂放在一起 尤其是蜘蛛盒很多宇宙 将这么多个多元宇宙和平衡宇宙放在一起 三代同堂是非常精彩的 但问题是如何将它串联 其实Spiderman上次Sony搞多元宇宙的时候 是讲卡洞片 因为已经有个概念放在那里 之后追索上次Tom Holland的版本 即是讲《Five from Home》的时候 突然在片中出现了一个Jameson 因为Jameson是由J.K. Simmons实现了 但正正那位演员也是Toby年代的同一位演员 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可以推考 究竟是否已经在铺三代同堂 或者是要Crossover的元素呢 三代同堂的决定 在我角度来说是挺感动 因为说真的它横跨了整个系列 横跨了二十多年 十九年 Toby来说应该是对于很多年轻一辈的同年回忆 因为说真的你第一次认识《蜘蛛盒》的时候 可能是看Toby 之后可能你成熟一点 然后再进入戏园看 就已经是新的系列 Android的版本 但是说真的在Toby那年代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Super Hero Movie 除了是X-Man之外 其实你真的不太能够数到哪一套 可能是很Eye Catching 很Icon 事实当年由心雷美去执导的Spider-Man系列 是在那个年代来说的Icon 是的 因为这套也是一个经典 心雷美拍第一集的蜘蛛盒 因为除了一套戏是好看的 亦都是将那个英雄片带出了潮流 即是很少独立一个英雄片可以是那么修得 而且是那么精彩和那么大的制作 在当年来说的而且确令我们是比较震撼的 因为有很多特技 尤其是蜘蛛丝可以直接噴出来 而且一粒到周围就可以飞来飞去 是挺个人的 尤其是在纽约市、42街 那些这么密集的网与网之间 在马路上面 话飞来飞来真的很好看 其实追索到心雷美年六代的Spider-Man 其实那套东西之所以会用 那些生物式的蜘蛛丝 其实那个想法是来自 尖尖金马鱼第一版的剪辑 事实是这种玩法 变成了一个挺好笑的笑点 即是二人新的一集 不得而且这一集 就是搞了这个笑话出来 没错 就是说你还有哪里可以射出来 是 还有我觉得这部影片 就是说真的 三代同堂的位置 我一样是预期不到 除了是打斗那一部分 一定是会出现之外 其实有些热闲的对白 都挺过人 是 挺过人的 特别是他们三口子 三个人是Cross Over 然后又说是谁继续的复仇者 然后又说是谁打过外星人 有时互串一下 或者解释他们有什么问题 都挺过人的 是 那一部分我都挺有心 感觉上呢 其实我幻想到一个画面出来 其实MARVEL那边 就是MCU那边 Kevin Feige 看过了差不多所有留言币 就是讨论那些题 他会记住 然后差不多是check point 逐一部分来讨论 特别是比如 刚才说蜘蛛丝发射的问题 之余 我记得他那些 有些心努力情 譬如说都会在里面高呼 尤其是一些解答不到的问题 他都在这一集里面 解答出来 即是将前面那七集 有什么影迷的疑问 他又解答出来 没错 还有Toby 他腰痛那样的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他真的腰痛 是 翻查一下 他当年拍Spider-Man 2的时候 即是Spider-Man 2的时候 他同期 他其实拍了一部 赛马的戏 叫做《壮志斌腾》 是 没错 所以那一部影片 导致他真的有腰痕 其实那段时间也挺重重的 那 差点说是 可能真的拍不成 《蜘蛛入义》 就是《八爪鱼》的设定 是 因为《八爪鱼》的设定 在Toby的宇宙里面 是一个算是逆施逆敌的角色 是 某程度上 他的出现是导致Toby的角色 会成长 你说得对 因为《八爪鱼》博士死了 Toby未死 没错 所以他仍然在生活中 所以你看到Toby出来 是比较沧桑一点 因为已经人到中年了 照他的宇宙 他是老了 但是《八爪鱼博士》 那个宇宙 他死了 突然间 他就在那里翻山 抓了他过来的宇宙 没错 你看到他的设定 其实《八爪鱼博士》 真人应该是学习路的 是 但是你看到他已经 施资了 是 将他变得比较年轻 亦都适合他的宇宙 其实如果前车 大家进去看完之后 你也知道 整部片 《八爪鱼博士》 《八爪鱼博士》 是扮演丑因 他是一味 一定要重复 时间线 送回他们 去他自己的宇宙 補一些锅 補一些锅 但是 《八爪鱼博士》 说真的 他真的 大爱的精神很强烈 不应该是 因为命运限制了 他们一定要死 所以就一定要 去送他们回去受死 是 他是希望将他们 改邪归正 没错 要去医治了《八爪鱼博士》 但是正如上次Ruby所说 这次他很特别地 他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 有时候像MD的首歌 《Hew the World》 这次不是《Hew the World》 是是《Hew the World》 是《Hew the World》 就是《Hew the World》 基本上是 除了救了世界之外 可以认到 这六个人 人生是比较完整 对 因为六个恶魔 他们之所以变成恶魔 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很坏 只不过人肯定是有黑面 而他因为有种意外 就形成了他非常之激奋 是很增严了这个世界 才变成一个恶魔 但是其实导演 或者一个编剧 他选择性地 是刻画得比较多些 是《八爪鱼》 和《六魔》 就是《Green Goblin》 没办法 太多人了 两个多小时 已经很长 但是 又有三代同堂 又有六个恶魔 再加上女朋友 还有肥仔朋友 没有错 那变成了 还有人会吓吞 一开幕 你们看到有《八爪鱼》 《八爪鱼》走出来 有些人未必知道《八爪鱼》 就是《八爪鱼》 以为他真的是个律师 因为你如果要看这出戏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非常之很喜欢《八爪》的世界 看完他的电视剧 又看完他的电影 你才会认识到里面某一些剧情 否则你可能不明白 好像有些人不知道 那个就是《八爪鱼》 为什么这么厉害 会否接到一个砖头 接到一个砖头 其实也挺棒 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戏园看 其实他的反应 因为他的粉丝就会居多 对 没错 观察的反应 你就知道 其实每一个角色出场 大致上 会有些什么的欢呼声 事实 《八爪鱼》的部分 是偏少了一点 因为可能真的不是太多人 很深究 或者真的有细看过《Netflix》版的《八爪鱼》 其次可能又是说回《八爪鱼》博士 其实《八爪鱼》博士 其实上当年 就是第二集 《八爪鱼》的《蜘蛛鱼》的时候 那个部分 其实是很强烈的遗憾感 但是去到《八爪鱼》的版本 千方百计 去帮他安装 那粒《八爪鱼》 成功地可以将它 由一个很憎灵的 一个很拼服 一个很痛苦的世界之中 拯救了出来 那个部分 我觉得很深刻的对白 他说 整个世界都比较冷静 很明显 其实所有的恶念 或者执念 是来自于他的《八爪鱼》 而不是他本人 这部分 我觉得突然很佛系 好像放下头刀之后 很平安 因为有《八爪鱼》的关系 他不单止治疗了《八爪鱼》博士 其实他们自己三代同堂之后 互相治疗了大家 而Andrew Garfield 就死了一个前度女朋友 救不了他 但是这一集 特意安排的Tom Holland 救不了MJ 但由谁救回呢 就由Andrew去救回 救回之后 他一救完之后 突然在哭 把自己的创伤搞定了 我最终没有遗憾 当年的导演 我想他们要跪地的形状 因为要写死了 Emma Stone Emma Stone的《Grand Stacy》的角色 基本上 你想象到 现在Andrew 介乎了一个 有些喜剧成分 因为这件事很拼乎 在他的角度来说很拼乎 但是反而是一个笑点 这部分 我觉得是有些黑色优惑的感觉 而且 其次就是 威廉达福 真的越老越难 当初来说 我觉得是 如果你回看 头三集的《Toby》系列 你知道 其实陆魔 你以为第一集已经死了 但其实第二第三集 他都在镜像里面出现 没错 在和James Franco 在老交战的状态 但是在这一集出现 我觉得真是 哇 无论是 无论是 演技 或者是 他表现的角色 的层次 都是强化了 其次就是 我觉得出奇 威廉达福说真的 应该接近70岁 对 但很矫健 在我眼中来说 我觉得 现在陆魔 威廉达福的状态更好 更精神 过Toby 这件事 我觉得很惊喜 是 因为他一向做的都是一些战事营 尤其是战争片 是 Pattoon也是他做的 没错 他一向都是操作得很合理的 所以 这次出现 他又没有去CG 但是 老得来 老当益壮 所以他做回 陆魔 有点神经质的人 做得不错 我觉得Tom Holland 这部片最棒的地方 是同一时间 可以修补Toby的遗憾 又可以修补Andre的遗憾 最后可以化解了Tom Holland 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质疑 对他的动机的质疑 就是全靠大佬点醒他 变成他更加成熟 进入了第二层次 变成了这个年轻子 Tom Holland版的蜘蛛盒 又成长了 变成了下一集 可能他又会成熟了些 可能有其他剧情出现 是 这部片叫No Way Home 其实Tom Holland 最后就是用他自己的人生 换取了六个反派 可以有一个美满 即是比较完整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那种交易 都挺英雄式 其实很好思思 因为我印象 其实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的英雄片 不是多的 变成了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就是牺牲自己好 搞到整个世界的人都不开心 这一集来说 都有一些负评 因为尤其是 如果你是影迷的话 你会看完所有的剧 或者是电影 之前的电影 你入场是会开心的 但是有些人未必看完 入场会觉得不太合理 变成了有时候 不知道头不知尾 变成了觉得会复杂了 今集的影评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影片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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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很热气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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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